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全運會 開幕表演團體搶先進行了整合彩排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特別前往探班 是為在地的表演團隊與學子們加油打氣 而本次開幕表演 找來了許多國際級表演藝術精英 要讓觀眾一次感受台南四百年的人文力量 手持雙色旗學的磅礡鼓聲穩步移動 為十月底在台南登場的全運會開幕典禮做足準備 市長黃偉哲也到場 為彩排團隊加油打氣 本次開幕表演找來三百多位 談談在地的表演團隊與學子 經過總導演張毅君編排指導後 呈現出不輸專業團隊的磅礡氣勢 其實是豐富又多元的 不管是在活力的展現 還有在年齡眾生的展現 還有在節目內容的展現 通通有許多心意 很多創新的地方 那展現了台南的一個文化多元性 開幕典禮將以台南與世界 接軌四百年的變遷發展作為主軸 配合頂級軟硬體團隊 呈現專屬於台南的人文能量 台南是文化古都 但是也有著科技新都的精神 那可以看到今天這麼多 從九個月到九十一歲 來參加彩排的人 都是充滿活力 所以歡迎大家 在十月二十一號到二十六日 來參加全國運動會 體育局表示 今年全運會開幕是視覺 與聽覺的雙重饗宴 從空中到地面都會有驚喜 讓觀點嘉賓可以親眼見證 台南四百年的時光流轉 記者綜合報導